桃園雲爆籃球隊 進行重量擊補強 將滿41歲的訓獸師張志豐 決定復出加盟 原本張志豐在2018年 就離開賽場 轉任達星助理教練 以及中原大學籃球隊教練 沒想到在隱退四年後 決定回歸 我是覺得我加入這個球隊 我是想幫忙一些年輕的球員 還有認識的教練 跟以前的同事這樣 既然他這麼認同我 我只能全力去做 幫忙到 這個球隊這樣 其實桃園雲爆跟張志豐有很深的緣分 球隊總經理蘇一傑總教練 王志群都是他在達星時期的隊友 這回再次前緣 王志群又驚又喜 Yes 就很開心啦很開心 因為我不曉得他會答應說 來到我們這個團隊 因為畢竟他有一段時間 沒有在球場上訓練了 張志豐回歸後 原本被號十一號改為十三號 因為十三號 剛好是他兒子的生日 這回又要投身賽場 都是因為他點頭答應 因為今天我真的不知道他會來 因為我真的很想跟他說謝謝 畢竟我年紀到這四十歲還要出來打球 那家裡就一切都要靠他去打理 謝謝他一路這樣一直支持著我 有了藝人老婆顏麗婷的支持 也讓張志豐決定放手再拼一次 扮演救火隊的角色 桃園雲爆目前戰績已勝九敗 在六隊中墊底 2月十三號就要迎接春節後首戰 到時張志豐能否趕上進度 就請球迷朋友拭目以待 華視新聞劉俊男林淳沛台北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是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